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问到是否已经挑选好出席 时要穿了战衣 刘佩月笑说今年较往年的打扮会有新突破 会特别点 她表示 今年找了Styles帮我挑选衣服 自己以往都是少女 公主打扮 朋友都觉得我好闷 今年会特别点 带一点点性感 但是不是暴露那种 自己觉得颁奖礼需要暴露 是一个穿平时不会穿的衣服的一个场合 1989年出生的刘佩月 现年29岁 她早于2011年 毕业于香港晋汇大学电影剧院 传领学社会科学学史 主修士电影电视 后来在2013年 刘佩月报名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并顺利在大赛中夺得纪军奖项 因此 顺利签约无线旗下投身娱乐圈发展刘佩月入行出气 主要是主力在主持节目方面发展 曾先后为TVB多个节目担任主持工作 包括安乐沃 极有易多以及安乐的 直到2014年 她才正式开始接拍首部电视剧《四个女仔三个道》 四年来 刘佩月已经参演过多部剧集 戏份一一部比一部多 凭着出色的演技大获好评及关注 近年她更忠于成功获利捧 尚未成为女主角 她参演过的剧集包括 江 易优超时任务 衣物老友记 承寨英雄 幕后玩家 降魔的以及跳跃生命线等 其中 在幕后玩家中 她是演男主角黄宗泽的情妇 由于表现十分出色